大家好 我是鄭凡希 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在這幾天北部下的雨是比較大一些 趕快的我們用衛星雲圖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幾天北部的雨會這麼大 主要原因是因為 目前在台灣的東南方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正在發展當中 這時候北方又有一道封面正在通過的過程 封面的風向屬於偏東北風 在熱帶性低下的風是屬於比較潮濕的偏東風 所以東北風跟東風在北部這邊做會合 所以在星期六以及星期天的時候 北部的雨下的比較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熱帶性低下跟風面的影響 那麼在未來幾天 都還是會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不過另外一個要留意的重點 是目前在台灣東南東方的山竹颱風 預期它接下來會持續往西移動 雖然說目前還是輕度颱風 但是在逐漸往西移動的過程中 都還會持續的加強 所以提醒您在這禮拜的後期 來到星期六以及星期天 這個山竹颱風會慢慢接近到我們台灣附近 不過會不會侵襲到台灣 都還是有變動空間的 所以提醒大家在未來幾天 都要持續去留意這個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來看一下在未來幾天的天氣 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時候 目前在台灣東南方的熱帶性低氣 持續的往西移動 而且有機會在未來幾天成長成為颱風 不過它是從台灣的南邊插過去 對於這個我們台灣的南部 像是高雄 屏東以及台東一帶 帶來一些下雨的狀況 那到了這個星期三開始 這個熱帶性低氣下就逐漸遠離了 那麼另外一個稍微留意一下的是 這個原本降雨比較強的地方 是在台灣北部 但是隨著這個封面呢 逐漸往東移動 風向上面開始轉為偏東風了 所以在星期一的時候 在台灣的東半部 從這個宜蘭花蓮一帶都要留意 這個下雨的狀況呢 可能會比這個週末來的更大了一些喔 至於在北部也會有下雨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累積雨量的預測 在星期一的時候呢 北部以及這個台灣的東半部 是下雨比較大一些的地方 主要降雨可能會在宜蘭 以及花蓮的北側這邊出現 那至於來到星期二呢 這個下雨的狀況 是屬於偏東風的影響 熱帶性低下通過的過程 在屏東以及台東一帶 下雨狀況可能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在南部活動的朋友們 在未來幾天也要多注意 下雨的情形可能會變得比較多一點 星期三以及星期四 就轉為這種午後雷震雨的天氣狀況 所以在這禮拜呢 星期三以及星期四 要留意的是山區 中午之後可能會下棋一些 比較大的降雨狀況 至於在溫度上面 因為呢 風面通過 吹的風向是屬於一片東北風 溫度是稍稍有些轉涼喔 北部在今天晚上 這個高溫25度 低溫大約是23度 在整個西半部呢 這個低溫大約是來到24到27度左右 晚上可以感覺有一點涼了 東半部也是一樣 最低溫大約是來到24到25度左右 至於來到明天星期一呢 白天的高溫其實也沒有明顯的回升喔 北部高溫大約只有29度 在西半部高溫大約也是30到31度左右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雲量還是比較多一點 所以雲量偏多之下 溫度就不容易有太明顯的回升 還是比較涼一點點的這種溫度 在東半部也是高溫大約是來到28到30度左右 最後呢幾個重點提醒給大家 封面逐漸南下 稍微有一點點的轉涼 那低壓通過南台灣 所以呢在這個未來幾天 我們南台灣天氣也會不太穩定 要多注意 持續性的雨勢 持續到禮拜二喔 那要留意未來幾天呢 山竹颱風的最新動態 因為呢這個山竹颱風 預期在這禮拜後期會接近到我們台灣附近 會不會清洗台灣 都還有待觀察 持續去留意就可以了 好以上見天氣 感謝您的收看